印尼总统大选17日登场 超过1亿9200万合格选民 将在6小时内完成投票 海外投票台湾站上周就先行开放 国内28万印尼外劳和学生先行投票 17日下午2点开始验票 驻台印尼中选会现场300位工作人员 忙着搬运从全台30多个投票所 运送来的投票箱 九成以上的印尼工作人员 都是志愿来帮忙的 最远从高雄特地北上 就是要一同参与这场选举盛宴 你是个奉务者吗 是的 我是奉务者 你可以到台北只要成为一个游戏吗 是的 因为这是国家的游戏 你为什么要做呢 我们如果有任何犯罪 中选会表示 今年选举照五年前总统大选 更为激烈且热络 光是台湾选区 游记参与投票的选民就有超过六万人 预估现场投票人数破万人 在台湾居住超过二十年 长期观察台印尼关系的 印尼华侨谭云福表示 今年大选结果将影响台湾的印尼劳工权益 这两位的候选人下了很多的功夫 再来就是说有一些的政党 也是提了很多的政策给外劳朋友 比如说他们希望呢 如果可以顺利的当选的话呢 在台湾可以建立一个所谓的外劳的这个收容中心 或者说外劳相关的这个服务中心 印尼大选台湾选区结果将在十八日晚间六点出炉 海外投票结果将送回印尼 印尼官方开票结果最晚在五月二十二日前宣布 大选结果备受全球关注 环宇新闻 叶斯敏检玉林台北报导 环宇新闻